其施木 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典红木家具品牌 意思为 戏成于斯 妙出于奇 专营名色清色家具 所制的艺术品 亦都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何谓名色家具呢? 著名文物收藏家王世湘先生 就有两种定义 一是明确表示为 明朝家政年 自清朝雍正十三年期间 制作的艺术家具 二 它泛指所有明色风格的家具 无论是制于明代或者现代 明色家具多数由文人设计 风格优美简念 典牙古葡 在用料上 手选黄花莉 无求展现出木材的天然文理色责 符合当时 执扑自然 尚有古人的审美观 在造型上 装饰简单 线条多方圆对比 幻直配搭 给人简洁利落的感觉 工艺上 运用蠢结构 不需要一粒钉 就可以令木材牢固结合 流传百年 而清色家具 就是指乾隆之后形成的家具风格 有别于明朝的典牙古葡 自在追求富贵和丽 雕夺繁琐 造型庞大口重 既然是专形明清色家具 其施木就必定要承计传统 在用料上 我们选用大叶黄花莉 颜色由红壳至黄壳不等 不静不圈 恰到好处 经打磨之后通透光滑 手感温饮如玉 他的学名是长叶雀神 生长在金矿和铜矿的矿墨之上 所以木纹之间隐约透出金丝 更加有独特的鬼脸花纹生动多变 在工艺上 找来了江苏一带的师傅 他们以锅钞 细黑 抛光等世代相传的技法 来制造每一件产品 全自上古 远不止古 更加勇古于今 将传统设计和现代人体力学结合 力求打造出令人舒适自在的家具 观无以上 你我轻闭双眼 淡淡木黑 消却了整日的鼻泪 中式家具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椅凳类 却岸类 床塔类 桂甲类 这个类别看似是理所当然 谁会想到 蠢康时期 古人习惯直地移坐 座具就是床 根本就没有椅 唐年间人的生活方式改变 垂足移坐开始流行 人越坐越高 雙足缘起 垂足仍加具佔多 宋朝那时 椅凳足以自成一类 靠背椅 圈椅 胶椅等普遍于世 中式家具亦正式定型 一椅一跪 一桌一藏 它们背后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 有些吻含着丰富的画家传统 《想户转》中 宋刚坐下一把胶椅 为什么是胶椅 而不是其他呢 原来古时只有皇室贵族 才有资格坐胶椅 而皇帝外出巡游 骚烈都离必会带上它 有些就包含 翠未恩怡的历史典故 泰斯椅又为什么 够胆自称为泰斯呢 话说泰斯巡惠坐在椅上 仰头时头巾跌落 无冤有见及此 南亚改装出泰斯椅 拍了个又响又烈的马皮 也有些细说了古人的生活习惯 民间气称植灵柜为击死猫 难道这个柜可以击死一只猫 非也非也 古人多用此柜来储存植物 家猫双眼可见 双爪却不可触摸 可怒也 静看这些家具 仿佛回到过去 满室木製家具 香气营妖 爪爪轻苦 清凉如水 温柔如玉 满心繁草 漸漸消散 旧时的文化智慧 点点滴滴 传引于其思目中